因為我們在接到說要拍終極一般4的時候 我們在之前就已經有一直不斷的上虎樹客 尤其是針對這一場戲 我們已經有做了很多的沙盤推演 比如說我們會看著劇本說 我們可能需要幾段 那我們就套ABCD 我們有自己的暗號 就是這個地方打A段 這個地方打B段 那其實今天拍攝起來 我覺得還算蠻順利的 除了打破你的頭之外 真的在這邊要跟所有愛粉絲的 愛微鏡的粉絲小鋼盔們說聲對不起 其實真的沒有 因為那個真的是一個意外 我覺得我們沒有講好 所以才有那個意外 其實說真的看到後面大家都覺得有點壓力 因為天快暗了 然後我們兩個要打這麼多 所以當我們有一個 那個盾牌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我剛好過程就這樣打 卡住了那麼一下下 但是就會產生一個猶豫說 這個好嗎?要繼續嗎? 應該不行用吧 就是千頭萬序 那0.1秒千頭萬序 然後最後導師有猶豫了一下 碰 碰 哇 腦袋就被敲開了 哈哈哈哈